近日消息 知名数据公司IDC正式对外发布了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平板电脑出货量报告 其中苹果依旧高奏凯歌 华为 小米 微软 联想紧随其后 第一季度国内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约531万台 同比增长4.5% 连续四个季度保持上涨 虽然从整体的出货量来看 第一季度国内平板电脑市场的出货量是有增长的 这其中苹果 华为 小米 微软等品牌保持着高速出货量 其中苹果更是有新一代iCAD Mini等产品的开手 然而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这其中联想的平板电脑就迎来了滑铁卢 随着2019年第一季度平板电脑数据正式公布 我们发现联想第一季度的出货量约13万台 同比暴跌夸张的48.7% 目前的出货量市场份额仅占比2.4% 分析联想平板电脑销量暴跌的原因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其本身技术没有优势 之前联想手机的没落就和本身操作系统优化有很大的关系 对比苹果以42.9%的市场占有率稳稳的霸占榜首 其最近不仅有新iPad发布 还有新系统公布 产品 技术的领先 让苹果iPad一次又一次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 从联想过往的发展来看 技术一直是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护城河 但近几年来联想对于技术的探索似乎有些不足 而越来越多的强劲对手进军平板电脑 这也对联想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此外 联想近来一段时间在国内深陷信任危机 在联想自己一系列作死操作之后 大家对联想不满的情绪迎来爆发 联想也从民族品牌到人人喊打 回看过去联想的迷之操作 你就明白现在大家为什么都声讨联想 首先是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5G投票门事件 5G标准投票中联想把票投给高通 让华为一票落败 然后是售价问题 联想产品在国外与国内的售价竟然有着天壤之别 国内售价远高于国外的售价 再接着是不久前联想表示 公司的生产厂家遍布全世界 联想有能力将产品转移到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 以此回避关税上涨带来的影响 过去的联想是可以让我们自豪的民族品牌 现如今的联想手机销量没保住 平板电脑的市场也暴跌 整个企业环深陷信任危机 这似乎这并不是杨元庆所说联想处在最好的时期 反而应该是联想处在最惨的时期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